今天我们来做蜈蚣的饲养缸 群养尖角蜈蚣 我们现在开始 这是我为生态缸准备的器材 这是一个玻璃缸 盒子里边有水盆 还有树皮 这是我买的仿真藤 先把水盆固定在沙子里 尖角蜈蚣是竖气蜈蚣 所以仿真藤给它们提供了攀爬 同时也可以造井 把仿真藤调整成我需要的样子 好像有点丑 然后把树皮靠在仿真藤的底部 做成躲避 这个过程需要不断调适 根据树皮的大小形状 还有仿真藤底部的角度 树皮搭建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 此时缸里边有水 有躲避 有攀爬 有活动空间 还可以 布置完生态缸 我们放入蜈蚣 第一条蜈蚣有点奇怪 不像红龙蜈蚣 也不像尖角蜈蚣 它的身上是渐变色 刚进去 它在找躲避 先把自己藏起来 然后 我们放入剩下的蜈蚣 一共八条 都是尖角蜈蚣 再往盒子里边 放几只杜比亚 很多资料显示 尖角蜈蚣不能群养 会互相吞噬 但是我之前群养过 没有问题 所以这一次 我们再试试 往水盆里加满水 蜈蚣们此时 都在找躲避 适应新环境 我们靠近看一下 一条蜈蚣 在树枝上攀爬 还有一条蜈蚣 趴在水里 估计是喝饱了 因为尖角蜈蚣 是树起蜈蚣 所以他们很享受攀爬 这种拍摄 在晚上打光拍摄 应该特别漂亮 但是我们今天刚做好 就先这么拍 这边的树藤上 也趴着一条蜈蚣 尖角蜈蚣攀爬的身姿 特别优美 它本身颜值也比较高 从树藤上爬下来之后 这家伙跑过来喝水 蜈蚣你可以很久不给它吃 但是水一定要到位 这条蜈蚣 像是在找躲避 我们一起看一下 蜈蚣白天是怕光的 所以他们一般 会找个暗的地方躲起来 他发现了 看来我们做的树皮躲避 还是有效的 这个家伙还在喝水 不过蜈蚣喝水 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旁边还有一条蜈蚣 在这溜达 适应环境呢 这些尖角蜈蚣 需要一些时间 去适应新的环境 等适应之后 我们再展示 蜈蚣的夜间生活 还有他们的捕食场景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见